大家好,我是小秋 阅读前麻烦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点点订阅 您的订阅是我更新的动力 我们今天分享的故事是 男友和继母滚在一起 传出的声音令人感到非常尴尬和羞涩 我和男友陈旭已经相恋了三年 他对我非常好,特别照顾我,迁就我 我们的感情非常稳定 我们的年龄也不小了 所以我们都想尽快结婚 因此,我带着男友陈旭第一次回家 男友提着一大堆礼物 我劝他不必这样 因为我父亲什么都不缺 但他还是坚持要送礼物 说这是礼节 我感到很暖心 感受到男友对我的重视 但是我父亲的表情并不好 他一直反对我和陈旭在一起 因为陈旭的家境不好 我父亲希望我能找到 门当户对的人结婚 但是我深深地爱着陈旭 我撒娇地拉着我父亲的衣袖说 爸爸,陈旭人真的很好 也很努力努力 我父亲打断了我 斜眼看着我 他的努力有什么成果 他甚至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我父亲表情严肃 让我很难过 虽然我看到男友陈旭脸上定没有变化 始终挂着微笑 但我仍觉得我爸这样说太伤人自尊心了 陈旭是为了我而受委屈的 我自然要站在他这边 我试图辩解 爸,你根本不了解情况 陈旭是做自媒体的 一旦成功运营 未来会很不错 未来 要多久 五年还是十年 难道你要跟着他吃苦 我再次尝试说服我爸 但气氛越来越紧张 我感到自己无法说服他 仿佛只有吵架才能解决问题 陈旭赶紧打圆场 转移话题 叔叔,我看得快中午了 我去做饭吧 别和小暖生气了 他就是个急性子 我爸没有回应 走回了房间 我非常生气 甚至跺脚 我爸怎么这样呢 陈旭安慰了我几句 建议我控制好情绪 并好好跟我爸谈谈 为了能和陈旭结婚 我点了点头 我先去向我爸道歉 表达了自己的软弱 才被我爸允许进入他的房间 虽然之后 我和我爸的对话进展不太顺利 他仍然没有完全同意 但是他的语气没有那么强硬了 愿意给陈旭一些机会 我觉得该循序渐进 不要强行让我爸同意 我相信他最终会看到陈旭的好处 我会让他知道我没有选错人 当我从我爸的房间出来时 我闻到了厨房传来的美食香气 很开心地来到厨房 想看看陈旭正在做什么好吃的 他的厨艺很好 我相信我爸会满意 但是我看到陈旭和继母和云一起在厨房里 他们站得很近 背对着我 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 但是和云继母一直在倾笑 他的笑声中透着一股丝丝暧昧的感觉 我愣住了一会儿 直到和云继母不经意地转头 看到我站在门口 他脸上有点慌乱 眼神也在飞快地隐藏着什么 他勉强笑了笑 小暖 你来了 以前他从来没有这样对我笑过 我和他之间的关系 还没有好到这种程度 我狐一地问道 你们在干什么 陈旭立刻走到我身边 一边擦手一边说 我们在讨论这个李脊肉应该怎么做 阿姨说你和叔叔的口味一样 都喜欢吃糖醋的 看到男友陈旭的神情还算自然 我觉得可能是我多想了 但我看了陈旭又看了和云继母 总感觉他们好像早就认识 虽然我的想法很不可思议 但他却不断地涌上心头 在用餐时 我爸依旧面露不悦 而继母和云却开始热络起来 亲切地和我和陈旭打招呼 同时劝说我爸 老鱼啊 我们一家人难得聚在一起吃饭 你不要板着脸了 小娜已经长大了 她有自己的想法 我们要尊重她 和云是四年前和我爸结婚的 比我年龄小几岁 年轻漂亮 身材好 在我爸面前很有话语权 她开口后 我爸的脸色渐渐缓和 还吃了陈旭加给她的理脊肉 和云满意地笑了笑 说道 这才对呀 其实 像小陈这样的年轻人挺不错的 虽然家境一般 但人挺好 勤奋向上 对小暖也好 我们女人这辈子 最重要的就是找个真心实意 对我们好的人 瞧瞧她做的这一桌子好菜 我这辈子是达不到这个水平了 有和云在旁条河 这顿饭还算愉快 我一直不明白 为什么继母会突然站在 我和陈旭这边说话呢 直到一周后 我爸主动把我们俩叫回家 告诉我们继母怀孕了 医生说 是个男孩 我爸既高兴又忧虑 因为他患有心脏病 最近身体情况不太好 于是 他改变了态度 小暖啊 你都不年轻了 既然你已经决定和他在一起 我同意你们结婚 婚房我可以出 我们家也不在意彩礼 但是你们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立刻问道 什么条件 你也知道我身体不太好 你们结婚以后 公司就有程序来打理 但是 我瑜伽的家业将来肯定是留给你弟弟的 我会给你们10%的股份作为报酬 这是我拟好的婚前协议 我爸把婚前协议递给了陈旭 老实说 听到我爸这话后 我十分不爽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我被当成了外人吗 生怕我跟我弟增加产 我看了一眼旁边的继母 她目光躲闪的样子让我猜到了她可能再给我爸吹枕边风 为了她为出生的儿子争取最大的利益 但是我们家的财产都是我爸和我妈白手起家打拼下来的 继母没有为此付出任何努力 怎么能独自占有呢 至少应该平均分配 才算公平 当我想要表达意义时 陈旭拦住了我 对我爸说 叔叔能答应我和小暖结婚 我非常感激 也很高兴 我可以同意叔叔的条件 但并不是为了公司的股份 我相信凭借自己的能力 我也能给小暖带来幸福 我只是想体谅叔叔的辛苦 尽自己的孝心 陈旭的话让我感动不已 他忍受了很多委屈 来保护我 而我爸现在也快要有儿子了 或许已经不太在意我这个要嫁人的女儿了吧 晚上 我和陈旭温存过后 他紧紧地搂着我 温暖的呼吸轻轻地喷在我的额头上 我能感受到他的心跳声 尽管我们现在住在廉价的出租房里 但我认为 这就是我一直以来渴望的幸福 我问他在想什么 他回答说 我当然是在想我们的未来生活呀 我曾向你的父亲保证 要让你过上好日子 我感到很高兴 于是我在他的怀里蜷缩着 毫不犹豫地说 我相信你 陈旭淡淡地说 小暖 我真的很为你担心 你的父亲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 而你 但不要怪你的父亲 对他来说 中年得子是一件幸事 他的语气平静 没有任何情绪上的波动 然而 我的心情却异常激动 陈旭说得对 我父亲已经和继母组成了新的家庭 他们马上就要有自己的孩子了 而我呢 我只是怀有未出生的弟弟 而我和陈旭将要为他打拼 以后他只需要享受成果 这是为什么呢 我越想 心中越感不平 我开始怨恨我的父亲 我结婚时 父亲只给了我一套婚房 并没有其他的嫁妆 而且还让我和丈夫 免费为他的儿子打工 这让我感到很不公平 因为我和陈旭将来要一起 面对生活的艰难 我决定要为我们争取更多的权益 陈旭一直在我身边安慰我 他的话语温柔而又坚定 让我感到宁静 第二天早上 陈旭早早地起床 为我做早餐 这个细节 让我感到无比温暖 在翻看他的手机时 我发现了他的相册 里面有许多照片 时间跨度很长 这让我更加好奇他的过去 我看着手中的照片 突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 那竟然是我的继母何云 在照片中 何云和我的男友陈旭贴着脸 看起来非常亲密 我继续翻看 还发现了几张他们接吻的照片 我心里非常愤怒 也很心痛 因为他们明明认识 却假装不认识 为什么要欺骗我呢 于是我拿起手机质问陈旭 让他给我解释这一切 他有些慌张 似乎没想到照片会被我发现 但他紧接着告诉我 他和何云确实有过一段过去 但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们早就分手不联系了 而他也不知道何云会跟我爸在一起 我非常生气 问他为什么还留着这些照片 他拿起手机删除了所有照片 并发誓说心里只有我一个人 再也装不下别人 看着他的态度 我相信他并阻止了他发誓 婚期定下来了 就在一个月后 我爸给了我们一套小别墅作为婚房 最近我忙着搬家 继母常常过来帮忙 还自己出钱买家具 虽然应该感激他 但我心里却很不舒服 因为他和陈旭曾经有过一段感情 我看到他们的亲密照片就很难受 再加上我爸最近身体不好 晕倒在公司 现在还没清醒过来 我因为觉得爸爸不公平 赌气不去医院探望他 但也更不想看到继母经常跑来我家 今天他又来了 还给我们买了昂贵的红木家具 但好像一点也不关心我爸的病情 只是想在陈旭面前炫耀 我看到他就觉得很电扭 心里像插了一根刺 刺痛不止 我把手里的东西摔在地上 很生气 怎么了 陈旭关切地问道 我生气地将手里的东西重重扔到地上 忍无可忍 你说它是什么意思吗 天天往你身边凑 你不是说你们之间已经没有感情了吗 我看着忙前忙后的继母 心里很清楚 如果我不是和陈旭在一起 他是不会这样为我操心的 所以说到底他都是为了陈旭 可他都已经跟我爸结婚了 还有了孩子 陈旭拉着我的手安抚道 小暖你别多想 我这就去跟他说清楚 他说着就行动起来 直接把我拉到继母面前 搞得我还挺不自在的 陈旭开口就叫道 阿姨 首先我很感激您的好意 不过这是我和小暖的心房 我们希望可以自己布置 继母顿了顿 脸上有些难堪 看看我又看看陈旭 我们的意思这么明确 他不会看不出来 他急忙解释说 小暖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是希望你和陈旭能过得好 当我还没来得及说话时 陈旭自然而然地挡在我面前 态度坚定而毫不犹豫 他说我们的生活好不好与你无关 何云 我希望你尽量不要再出现在我们面前 不要打扰我们 最后何云哭着离开了 我并不在意何云为什么会哭 或者他感到委屈或其他什么 相反 我非常安心地看到陈旭的态度 我扑进他的怀里 紧紧地抱住他 陈旭柔声说 好了 他以后应该不会再来了 这都是我的疏忽 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 对不起 小暖 尽管如此 我并没有责怪他 因为他的态度说明了一切 他的眼里和心里都只有我 这一天 我私自前往医院看望父亲 并向医生了解情况 医生告诉我 我父亲这次的状况非常危险 差点就失去了生命 听到这里 我感到非常害怕和不安 我一直都是被父亲宠爱长大的 想到最近对他的态度和埋怨 我感到非常后悔和内疚 认为自己没有良心 因为心情不好 我想找陈旭聊聊 得知他住在新房那边 便直接前去探望 我正好带着新买的衣服去了 填满了刚刚装修好的衣帽间 我喜欢和我爱的人 一起装修房子的感觉 让我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期待 然而 当我们到了新房子时 发现屋内一片漆黑 看起来好像没有人在家 陈旭去哪里了呢 我开始感到疑惑 但没有过多思考 只是打开了指纹锁 进入了屋子 进门后 我看到着实的门半开着 透出一丝暖黄色的灯光 我认定那一定是陈旭 但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 于是我悄悄靠近 想要吓吓他 但是 当我越来越靠近时 感觉越来越不对劲 房间里传出女人享受的声音 我开始感到不妙 调整了几次呼吸 努力让自己保持镇定 然后脚步轻缓地走到房门口 透过门缝往里面看 才发现 陈旭正在和他的继母滚床单 陈旭安抚他道 亲爱的 别忘了这只是一场戏 除了你我和那个女人 谁都不知道真相 我们成功地拿下瑜伽后 整个家族都会属于我们 何云听后 开心地笑了起来 笑得满脸都是幸福感 他摸了摸肚子 说道 我们一家三口的美好生活 就在眼前了 这么多年的辛苦策划 都没有白费 你的那边情况如何 陈旭关心地问道 何云得意洋洋地回答 一切顺利 那个老家伙很蠢 我偷偷换了他治疗心脏病的药 他一点都不知道 他对我言听计从 真是太好骗了 陈旭也笑了笑 他们还真是亲父女 于小暖也跟他爸一样蠢 我随便说几句话 就把他给唬住了 等我跟他领完证 他也就没有活着的必要了 咱们这样做 不会有问题吧 能有什么问题 那老东西如今要死不活的 再没了于小暖这个碍事的 以后余家就是我们两说算 门外的我惊出一身冷汗 所见所闻已经超出了我的认知 平日里对我百般体贴呵护的 我深爱的男人 竟然从一开始就在算计我 就连我爸生病也是被他们害的 这些年的恩爱都是假的 天哪 怎么会这样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出来的 我闷头跑了很远 直到跑不动了才停下来 扶着一棵树 大口大口地喘息 可怕 太可怕了 请用中文换一种表达 原来我和我父亲 从一开始就是陈旭和何云那对狗男女眼中的替罪羊 他们盯上了我们余家的家产 打算害死我们父女俩以取而代之 为了达到目的 他们精心谋划了多年 在我和我父亲面前演戏 把我们父女俩当作傻子一样耍弄 他们的行为真是恶劣至极 我厌恶欺骗和背叛 厌恶被人当作傻子 更痛恨陈旭无情践踏我的真心 他们不仅伤害了我父亲 还想要害我的性命 既然我已经发现了他们的真实面目 我不会轻易放过他们 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我拿着录好的视频 找了我的大学同学曹震 他现在是一名私人侦探 曹震看了我的视频后 眉头皱了起来 我着急地问道 怎么样 我们能报警吗 能让警察抓住这对狗男女吗 曹震摇了摇头 即使你报警 由于证据不足 只能拘留嫌疑人24小时 因此你需要找到 更加直接和充分的证据 曹震向我解释道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 仅有这个视频还不够 因为被告方可以轻易否认 必须有实质性的证据 曹震 你能帮帮我吗 我盯着他看 我父亲还在医院躺着 我身边已经没有可以帮我的人了 曹震点了点头 既然你把这个任务交给我 我会尽我所能帮助你的 和曹震分别后 我回到了家里 我父亲还在医院 何云不知道是否还和陈旭在一起 反正家里只有保姆小丽 在忙碌着打扫卫生 小丽看见了我 非常高兴地主动过来打招呼 小姐回来了 吃过饭了吗 要不要我给您准备些吃的 我赶紧拦住她 不用了 小丽 我们这几天都不在家 辛苦你了 不辛苦不辛苦 这是我该做的 小姐给了我这么好的工作机会 我一直都很感激 小丽一脸真诚 小丽是从农村来的 没有受过高等教育 或学过专业技能 她一进城就遭遇了钱包被偷的困境 当她哭着向陌生人求助时 我碰巧路过并见到了她 我把她带回家 并雇她做我家的保姆 这样的雇佣持续了两三年 现在我面对她 她显然感到了我的严肃和紧张 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对她说过话 小姐 有什么我能帮忙的是吗 小丽看起来真诚地问道 我注意到她朴素的面容中 流露出了一份诚挚 我把她叫到我身边 压低了声音 告诉她一件重要的事情 她非常惊讶 让我监视 太太 我点点头 你只需要按照我的要求去做 如果有任何情况 请立即通知我 小丽显然被吓到了 紧张地扯着自己的衣角 我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 你不需要害怕 完成任务后 我会安排你的孩子们来成立上学 这样你就可以陪伴他们了 真的吗 小丽被我的话感动了 当然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她连连点头 小姐从来不会欺骗别人 我相信你 我会完成任务的 有趣的是 我现在已经不相信任何人了 我只相信利益 只有当我提供足够的利益 作为交换条件 小丽才会全心全意地为我工作 陈旭还是一如既往地 对我好为 一直表现得很正常 没有暴露出任何问题 但是 现在我看到她以前 让我着迷的那张脸 感觉很恶心 没过几天 曹震就得到了一些 关于陈旭的消息 她查看了陈旭的银行账户 发现不久前陈旭从自己的账户上 划走了40万 收款方是一个叫王斌的人 听到这个数字 我非常惊讶 陈旭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 在我的印象中 她总是显得很高傲清高 从不接受我任何礼物 还经常为我花钱 曹震向我证实 这些钱是何云给她的 这些年来 何云一直在密密地给她打钱 他们的关系一直很隐蔽 曹震还找到了一些资料 显示何云欺骗我父亲 说自己在资助两个贫困山区的小孩念书 每个月都要汇款 但实际上 这些钱最终都流到了陈旭的手上 我意识到自己和父亲身边 竟然养了两只狼 却毫不知情 看到汇款单上的40万数字 我不由地打得冷战 心中一片寒冰 嗓音也微微颤抖 看来这笔钱是要买我的命啊 曹震没有回应 但他的承诺默认了我的判断 陈旭的手笔真是大呀 竟然愿意花这么多钱来买下我的小命 但对他来说 这40万肯定是很值得的吧 毕竟 只要我死了 整个瑜伽就都成了他和何云的天下 曹震说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弄清楚他们的具体计划 只有等他们真正付诸行动时 我们才能够获得证据 我点了点头 表示认同 看来 我还需要下一番功夫来揭开陈旭的计划 回到家 陈旭刚做好饭 温柔地邀请我去吃饭 并问我去了哪里 我回答说 去见了一个朋友 陈旭并没有起疑心 晚饭后 他去洗碗了 我趁机拿了他的手机 躲进了洗手间 在微信列表中找到了王斌 点进去看到了聊天记录 原来他们在半年前就开始策划了 想要让我在一场车祸中 悄无声息地死去 看完记录 我感到后背发凉 颤抖着手 用自己的手机拍下这些记录 作为他的罪证 为了防止被发现 我将这些证据上传到了云文档 晚上陈旭想要抱我 但我拒绝了他 并说身体不太舒服 他表现得很关心 问我是否要去医院看看 我拒绝了他的建议 听了他说要和我结婚 我心里冷笑 他当然高兴 因为他马上就可以得到我家的一切了 我背对着他 没有回应 他不顾我的想法 继续说 虽然婚礼只是行事 但最重要的是要领取结婚证 只有拿到结婚证 才能被法律承认为夫妻 小暖 你觉得我们什么时候去领证呢 听他这迫不及待的语气 我感到很不安 难道他只是想领证 就将我送走吗 我说 陈旭 我爸现在还在医院 我想我们应该把婚礼日期 往后推一些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 我会去医院照顾我爸 推迟婚期 可是 陈旭脸上露出焦急的神色 我却直接打断他 我说 父亲是我唯一的亲人 我希望他能在我的婚礼上出席 我的理由让陈旭无法反驳 他勉强同意了 但他的笑容却显得很勉强 尽管他试图挑拨我和父亲之间的关系 但我仍然要表现的宽容和理解 我轻抚着他的脸说 无论如何 他都是我的父亲 我没有太多机会尽孝 你一定能够理解我的选择 对吧 陈旭最终没有再多说什么 从那时起 我开始每天往医院跑 关注父亲的健康状况 每当小丽有任何消息时 特别是何云要出门的时候 他都会通知我 天何云又去找陈旭了 看起来要在新房那边发生什么事情 我赶紧打车前去 听到他们俩在亲密地说话 我便冲进去质问 看到他们俩的手已经快要牵到一起 但见到我后又急忙缩回来 一脸惊慌 陈旭还来不及解释 我就直接对何云提出了质疑 我说 不是叫你不要来我们这里吗 难道你不明白人话吗 要不要我把你和陈旭的事情告诉我吧 何云脸色一下子就变得很不好看 陈旭也显得很着急 小暖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我们只是 我不耐烦地打断了他 你吗 陈旭 你说说看 到底发生了什么 陈旭连连摆手 不是 不是 是阿姨过来看看 看我们这边 还需要什么帮忙 何云也忙不迭地解释道 小暖 我是出于好意 你爸爸现在还在医院里 我只是想替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依旧怒目相识 不需要 你只需要好好照顾 我爸爸就行了 这里不欢迎你 何云这样被我赶走了 陈旭想要哄我 但我却没有给他好脸色 还问了他几句 他发誓对何云没有感情 只爱我一个人 不然就天打雷劈什么的 我内心深深地希望上天 能够降下一道雷劈死这个渣男 因为对他的猜疑和不信任 我变得疑心重重 每晚都要检查他的手机 甚至在去医院看父亲时 也要强迫他陪伴在我身边 我还时不时地提起我一个朋友的故事 他因为相信了自己的男友 最终家破人亡 家产被侵吞 陈旭的神经明显紧绷 而我却心情愉悦 因为我终于把他逼到了墙角 最终 他和何云商量决定提前实施计划 其实我们还没有领结婚证 他们也不想再等下去了 当他们在咖啡厅里 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和曹振甲 扮成其他人 坐在他们旁边的桌子上 全程观察 等到他们离开后 我和曹振才现身 我看着陈旭的背影 取下帽子 心中涌起无限的恨意 我曾经多么爱他 现在就有多么恨他 在离开前 曹振叮嘱我一定要小心 因为他已经通知了警方 上 我接到医院的电话 得知父亲病情危急 需要我赶紧赶往医院 陈旭表现得比我还紧张 一再表示要开车送我 但我却感觉到 他的表演不自然 于是我决定自己开车前往医院 不料陈旭却提前 在我的车上动了手脚 试图置我于死地 但我没落被他所骗 成功地躲过了他设置的陷阱 我及时与警方联系 他们在陈旭和王斌 约定的十字路口 逮捕了开着大卡车的王斌 随后我们顺利抵达了医院 此时 何云也开始行动了 他先找黑客黑镜医院的监控系统 然后趁着夜色偷偷溜进 VIP病房 鬼鬼祟祟地进入我父亲的病房 我父亲还带着呼吸机 面色苍白 何云看着他 也没有犹豫多久 就拿起旁边的一个枕头 对着他的脸按下去 用尽全力压住他 企图把他杀死 突然 我用脚踢开了病房的门 瞬间灯光大亮 何云的丑态 被照得无所遁形 吓得他连忙丢掉枕头 何云 你想杀我爸吗 我问道 没有 不要抓我 何云被吓坏了 毕竟我的身后跟着气势十足的警察们 他转身就想往窗户外面逃 结果脚下一滑 直接从二楼摔了下去 虽然不算太高 但我依旧能听到他的惨叫声 我确认了我父亲的安全后 往窗外看了一眼 何云被逮捕后 他的双腿上留下了一小股鲜血 他痛苦地呼喊着 求我们救他的孩子 陈旭也被警方堵在机场 但他留了一条后路 这是何云不知道的 我立即将陈旭和何云的犯罪证据交给了警方 并将他们告上法庭 在庭审中 小力提供了何云偷换我父亲药物的视频 和购买药物的单据 我手头上有他们偷情时说的话 以及我调查出来的证据 都与实际情况一一对应 他们的抵赖毫无用处 最终 由于是他们共同策划的 法人判决两人都要服刑十年 陈旭试图为自己辩护 把更多的罪名推到何云身上 但意外的 何云也留了一手 拿出了他们聊天时的录音 在法庭上陈旭愤怒地大骂何云 而我只是冷眼旁观他们互相攻击 我感到非常愉快和解脱 当陈旭被押走的时候 他突然拉住了我 他跪在我的脚前 苦苦哀求 小暖 小暖 求你救救我 都是那个何云勾引我 迷惑我 我跟这件事毫无关系 看到陈旭痛哭流涕的样子 我更加确定了自己当初是怎么会看上他的 我毫不留情地用脚踢开了陈旭 然后冷冷地对他说道 就算你稍微有点责任感 我也许还能相信你是个男人 但现在看看你这个鬼魂样子 你觉得我还能相信你吗 陈旭卑鄙无耻 只是出于自己的私利 不择手段达到目的 我不会相信他的话 就像我不会相信鳄鱼的眼泪一样 何云在旁边大笑 不知道是在嘲笑陈旭 还是嘲笑自己 或许他也认清了陈旭的本质吧 最终 我父亲身体逐渐康复 我才敢向他坦白这件事 尽管他不相信 最终还是亲自去监狱质问何云 毕竟是和他同床共诊四年的女人 当我父亲面对何云时 他保持了沉着的表情 他说 小暖已经告诉我和陈旭的事情 但我仍然想亲自听你说一遍 似乎只有何云亲口承认 他才能彻底放下这个女人 由于失去了孩子 何云的身体逐渐虚弱 当我今天见到他时 我发现他比上次见面瘦了很多 看起来好像瞬间老用十岁 他的面容僵硬 嘴角勉强挤出一丝微笑 他的面容僵硬 嘴角勉强挤出一丝微笑 没错 因而说的都是真的 我从一开始接近你 就是为了骗取你的信任 夺走瑜伽的家产 你 难道我有错吗 你们父女俩都那么蠢 差一点点我们就得手了 何云的双眼变得通红 我的父亲也气得胸口疼痛 我对你不好吗 你想要什么 我都给你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没有为什么 我只是想得到更多更好的 我有什么错 我无法忍受了 问他 那你最终得到了什么 瑜伽的财富和陈旭的爱 你都没有得到任何一样 对吗 那还不是因为你 是你害我失去了这一切 是你害的 何云像一只被踩到尾巴的猫一样 情绪非常激动 张牙舞爪地要扑向我 但被预警拦住了 我注意到他的精神状态不正常了 不知道是因为计划失败 对他的刺激比较大 还是因为看清了陈旭的真面目 对他的冲击比较大 但是我已经不再关心他的情况了 很快 我听说何云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 至于陈旭 他多次请求见我 但都被我拒绝了 他可能仍然抱有幻想 想用他的深情来打动我 然而 我已经没有再见他的想法了 一切结束后 我履行了对小丽的承诺 把他的孩子接到城里 为他们租了房子 安排了最好的学校 所有费用 都由我们家承担 这是对小丽提供证据的回报 我开始跟着我爸学习管理公司 并领悟到一个道理 自己动手 风衣足食 公司是我父亲半辈子的心血 不能轻易地交给别人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欢迎在下方留言 小丘会尽量满足您的需求 活着 小丽提供 小丽提供 词 杂